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收看杂志天下 我是廖杰 和你一起来关注正在流行的话题 节目也在首期江西台同步播出 节目开始来说一说 无围墙大学 这新学期开学 西安交大的新校区投入使用 很快它就登上了微博热搜 因为大家惊讶地发现 诺大一个校园居然就没有围墙 一直以来 高高的围墙 巍峨的大门 那都是高校的标配 在很多人看来 大学有了围墙 就能远离喧闹的社会环境 才更符合象牙塔的设定 所以没有围墙这个校区一出现 很多人就担心 发出了追问三连 说校园没有了围墙 安全问题 谁来保证 还有教学秩序 你怎么维护 还有要是出了问题 谁能负责 有人就说了 万一社会上的不良风气 这侵蚀到了校园可怎么办呢 面对质疑 学校就回应了 宿舍和教研区都有严格的门禁安保系统 每栋楼都装有刷卡门禁 除了本校学生 其他外人是无法进入 另外 学校安保人员他会定期巡逻 学生的学习生活并不会受到干扰 其实国外很多民校像耶鲁 哈佛 斯坦福 也都没有围墙 游客市民都可以自由地穿行 安全校园从来都不是用围墙给围出来的 相反 在开放的环境当中 建立一个有效的秩序 那才能真正体现管理的高水平 还有 大学校园他本身就具有公共属性 没有了围墙才能让公共资源得到最大化的利用 另外 大学不应该成为无菌区 大学教育不应该和社会完全隔离 与其担心开放校园会让不良风气进入 还不如着重培养学生民变是非的能力 培养他们正直善良的品格 毕竟 真实开放包容的环境 才更有利于学生的成长 大学无为强引发热议 就像这校长说的 学校无为强 学术无为强 这学生的心中无为强 那才是一所大学应该有的模样 好 继续来关注热点话题 前面九 医保方面又有了新的政策 高血压 糖尿病患者 在医保用药目录范围之内的门诊用药 将统一纳入到医保支付 报销比例给提高到了50%以上 有条件的地方 报销的比例还可以更高 可以自行来设定一个封顶线 对很多人来说 这个政策那就是一项重大利好 据统计 我国高血压患者有两亿多 每年新增的人数都上千万 我国糖尿病患者 这个总数超过了一个亿 将这两种病的门诊用药 纳入到医保 那意味着将汇集到好几亿人 咱们都知道 高血压 糖尿病 它属于慢性病 需要长期用药来进行控制 如果不吃药或者是吃药中断 很可能会引发一系列的并发症 你比如糖尿病 它这个并发症有一百多种 这两种慢性病的患者 大部分都是长期在门诊来拿药 可一直以来 门诊报销额度非常小 报销药品的种类也非常有限 这就导致一些患者就觉得 这花钱太多 用不起药 还有的患者病情并不严重 也想方设法去住院 因为只有住院才能报销 这就造成一个什么样的现象呢 医院的医疗资源又紧张了 门诊用药可以报销的话 那就能减轻患者的经济压力 又能减轻医院方面的负担 除此之外 它更大的作用在于强化慢性病的预防 减少大病的发病率 有研究表明 在疾病预防上 你投入一块钱就能节省 医疗上花费八块钱 试想一下 有了医保兜底 这高血压糖尿病患者都能吃得起药了 那就大大降低并发症的发生率 极大节省出了我们的医保支出 高血压糖尿病门诊用药能纳入到医保 要我说这是对慢性病开出的一记良方 好 接下来进入到板块杂志标题 来看最新一期的中国新闻周刊 文章标题 服装销量下滑 国人败买衣服了 买衣服似乎是人类的天性 你看每个女人的衣柜里 永远缺一件衣服 还有咱平时说衣食住行 衣永远都排在第一位 可前不久国家统计局有数据显示 去年我国服装和布料的销售量 都有不同程度的下跌 服装销量减少 难道咱国人不爱买衣服了吗 并不是 销量的确是少了 不过从金额上看 咱买衣服的钱一点没少花 据统计 服装行业的零售额在持续地增长 因为咱们买这个衣服 虽然数量少了 但价格越来越高 这背后其实是一个消费观念的变化 以往每当出现了爆款的新的服装 大家就跟风去买 动辄几十万上百万的销量 可现在萝卜青菜各有所爱 越是爆款 大家反而越是谨慎 因为都不愿意和别人那撞山 这爆款少了 销量 这数量上 那就有所减少 另外 对于这个衣服 我们也不再一味地追求它的数量 多少多少件 而是更加地看重它的质量 越来越关注它的风格化 差异化 哪怕价格再贵一点 没关系 另外 想穿新衣服 不一定要买 那现在呢 兴起了什么 租医这个应用 还有二手服装小程序等等 为大家提供了更多的可能 变买为租 也成了很多人的选择 服装销量的下滑 要我说 那是人们对服装的态度升级了 好 接下来进入到一个板块 杂志图片 青海西宁市一栋房子 外墙爬满了绿色的藤树叶 清凉感是扑面而来 从远处看呢 犹如童话故事里的绿色城堡 吸引不少游客来参观 这就叫绿房子 它红了 在挪威 由于气候变暖 冰川融化 一些原本被冰川覆盖的文物 落露出来 其中有一只用鹿角制成的剑 推测呀 有两千年的历史 这就是考古无需挖掘 文物自行出土 英国一个小镇 举办巨型蔬菜竞赛 各式大号蔬菜 纷纷亮相 你看 这卷形菜太大了 只能用手推车来运呢 还有这个黄瓜 将近有一米长 那巨大的南瓜 四个壮汉 得骑上手 巨型蔬菜 没有最大 只有更大 好 接下来进入到板块 杂志封面 南方人物周刊 封面话题 北上广夜经济 今年各地密集出台了 推动夜经济的政策 那上海 它设立夜经济首席执行官 北京呢 出台了夜间13条 来优化夜间营商的环境 此外天津南京成都西安 也都提出了各自的夜经济 在一线大城市 夜间的消费占到了全天消费额的一半 并且呢 还在逐步上升呢 夜间消费有一个现象 就是南强北弱 那朋友圈里的南方人 总是在深夜来放毒啊 夜上海 那早就有名了 摩都的夜从不散场啊 那广州人呢 晚上12点出门 相约啊 吃宵夜 成都人呢 到了凌晨3点 还在火锅店门口排队叫号呢 按照南方的标准 北京呢 那似乎就叫没有夜生活 你看啊 外卖夜宵 这个订单量啊 北京只排在第六啊 从晚上打车情况来看 全国夜生活指数最丰富的十大商圈 北京的厚海啊 三里屯啊 名气够大吧 但只能排到第八第九 为了刺激夜间经济 北京是延长了周末地铁的运营时间 方便消费者呢 晚上出来消费 从国际上看 夜间经济的繁荣程度 是一座城市 它经济开放度 活跃度的一个重要标志 当然了 夜间经济 并不只是吃吃喝喝 也不单只是深夜食堂 它出现了多元化的趋势 比如北京啊 24小时书店 博物馆 美术馆 以及各类演出 成为北京生夜消费的主政地 北京有160多家博物馆 有50多家美术馆 还有大量的图书馆 历史文化景点 这些呢 都是有待开发的夜经济蓝海 夜很难散去 总有人醒着 夜经济 让夜晚的城市 有着不一样的美 好 来看最新一期的 《难度周刊》文章标题 你刷的朋友圈 可能是买来的 中秋假期刚过 很多人呢 虽然假期没出门 却在朋友圈里 已经环游了全世界 现如今这个朋友圈呢 特别能拉仇恨 当别人高大上的生活片段 频繁出现在这个朋友圈里 咱只能感叹一句 热闹是他们的 我什么也没有 但杂志就说了 先别这么丧 你刷的朋友圈呢 可能是他买来的 前面就有媒体报道 朋友圈秀晒炫 已经成了一条产业链 你在电商来收这个朋友圈 会谈出很多朋友圈展示素材 什么乡车美女 豪宅美食高端旅游 那叫应有尽有 想拥有几题豪车的照片吗 简单 六块钱 可以买一整套 想让偶像录视频 给你庆生吗 简单 九块钱就可以定制 这商家还声称 我们卖的素材实时更新 不会因为使用评刺过高 被识破 您放心购买啊 除了素材 商家还会贴心附上 发朋友圈的最佳时间 文案提示 在有事没事 加个微信的时代 朋友圈仿佛成了一些人的 社交名片 他们把朋友圈 看成拓展人脉的利器 觉得呢 只要把它给装点的华丽一些 就能提升在别人心中的印象 除了满足虚荣 也有人呢 真是为了商业目的 你比如一些个微商 在朋友圈 晒买来的假内容 就是为了带货引流 还有的是为了异性交友 甚至有可能是进行诈骗 有律师就提醒啊 商家卖的这个照片啊 视频啊 都是从网上下载 然后呢 PS合成的版权不明 可能涉及到肖像权 隐私权啊 消费者 作为购买者和传播者 有一定的法律风险 你买来的朋友圈 要我说呀 与其花钱 营造一个这个繁华的假象 还不如多记录记录 你生活当中 真真切切的小欢喜啊 好 接下来是 中国新闻周刊文章标题 奇葩月饼大赏都说不好吃 今年中秋 月饼界呢 出现了各种新面孔 比如这款啊 巧克力香辣牛肉月饼 那皮呢 是正宗的巧克力味 馅呢 是地道的香辣牛肉 一个甜一个咸了 两者奇妙碰撞 就闯入到月饼的甜咸之争 还有什么呢 小龙虾月饼 那属于网红款 如今有了更大胆的搭配啊 叫牛蛙月饼 每一块月饼里边呢 有一整只牛蛙腿 还说是经过了剃骨处理的 这就叫吃月饼不吐骨头 不吃月饼倒吐骨头 还有这两款啊 叫苦桥普尔月饼 还有枸杞月饼 可以说是十分养生了 另外两种 叫螺蛳粉月饼 皮蛋月饼 那叫重口味担当 刚刚说的这些呢 至少还算是吃的是食物 而这么一款 风油精月饼 那真是会辣眼睛啊 现在如今这个卖家呀 啥都敢往这个月饼里面塞啊 涂的呢 当然是另辟蹊径 吸引年轻人 但是馅料越来越离谱 混搭越来越跨界 名字越来越长 爱尝鲜的年轻人呢 都架不住了 不禁要发出灵魂疑问 这些月饼真的可以吃吗 早年五人月饼 那受到不少的嫌弃 被称为是黑暗料理 如今呢 你再看看这些个奇葩月饼 不少人就感叹啊 还是五人月饼 挺好的 好 接下来是南方人物周刊 我们来介绍瑞茨 鸽子友谊 别误会啊 咱们说的可不是两只小鸽子 之间的友谊 而是一段经常放鸽子的朋友关系 最近有一个段子特别火 说被安利的人最大的谎言 就是我有空就看啊 啥意思呢 如果你给别人推荐一片东西 他没有立马到网上去搜 而是说我有空就看 那十有八九不会看了 鸽子友谊啊 就和这有点类似啊 两个人嘴上总是说 友谊出来一起玩啊 改天一块吃个饭呢 可今天这个说我要加班 放了鸽子吧 明天那一位说啊 我有个约会又放鸽子 久而久之呢 有空一起玩就变成了 怎么都没有空 改天一块吃就变成了 改哪一天都不合适 就这么互相搁来搁去啊 两个人的接触呢 越来越少 慢慢的呢 也就越来越疏远了 要我说鸽子友谊 朋友之间还是要多尊重 彼此的约定啊 可别让你俩的友谊 像鸽子一样 扑着的翅膀就飞走了 继续来关注热点话题 最近2019搞笑诺贝尔 在哈佛大学举办了颁奖典礼 今年已经是第29届了 充满好奇心的科学家 又做了哪些搞笑的研究呢 咱们一块来看一看啊 首先呢来说一说和平讲 来自英国 美国和新加坡的科学家 共同完成了一项研究 这个科学家呀 用热带植物离斗 让身体不同部位啊 产生这个搔痒感 包括什么前臂呀 脚踝呀 背部啊 还有夜窝呀 最后结果显示啊 背部和脚踝处的这个搔痒感啊 要强于这个前臂啊 因此呢 在饶痒痒的时候啊 这背部 脚踝 感受到的愉悦感 是比较强烈的 究竟有多开心呢 大概是快乐到 可以带来世界和平了 科学家就说了 慢性搔痒 它算是一种很痛苦的疾病 通过了解身体的哪一个部位 最容易痒 以及最快得到缓解的部位 那就能找到一个治疗的方法 接着我们来说一说化学奖 今年这个化学奖啊 颁给了日本的一位教授 他发现说五岁的小朋友 每天能分泌五百毫升的口水 有点无厘头啊 本着严谨的科研精神啊 这位教授呢 二十多年前就开始了这一项实验啊 邀请了一群五岁的小朋友 其中呢 就包括他儿子啊 然后呢 让这些小朋友吃各种食物 米饭 香蕉 饼干 轮着吃 不过呢 只能过嘴瘾 不能咽下去 嚼一嚼之后啊 得马上吐出来 然后来称重 以此得出有多少口水 多少唾液 经过反复的实验 他发现五岁小朋友 一天能分泌五百毫升的唾液 有意思的是啊 在颁奖典礼上 这位教授的三个儿子 还现场演示了实验的过程 三个人一手拿香蕉 一手拿杯子 听从父亲这个教授的指令 开吃 然后开吐 这场面一度爆笑啊 我们接着来说另外一个奖 叫工程学奖 被一位伊朗科学家啊 斋德 他发明了一个神器 就因而自动换尿布机 说起来啊 给宝宝换尿布 那是很多新手爸妈的痛啊 现在这个神器厉害 只要把宝宝放进去 系上安全带 这机器啊 自动运行 拔下脏尿布 清洗屁股 换上新的尿布 一起喝成啊 很多人就期盼啊 这项发明 啥时候可以下单订购啊 搞笑诺表奖 要我说啊 科学的另一面 那就是有趣啊 好的 感谢收看杂志天下 读杂志观天下 杂志话题多 咱明天中接着说 节目最后是天下言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